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各位好 我是Alan 经常听到有人讲或从口出沉默是金 Alan 你觉得说话它是一门艺术吗 我刚才就沉默是金了一会儿 是一门艺术 我觉得就是做人吧 还是要多管住自己的嘴 今天我们就要谈谈那些你特别喜欢说 但是你说的又不到点上的那样一些人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说十句话 可能只有半句是有用的 九句半都是废话 对 或者他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用无数件事情来做铺垫 这样的人就是beat ass or her gum 废话连篇的人 对 这个gum指的是塑胶 像口像糖就是这个chewing gum 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某个人的废话特别的多 比如说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讲大道理 然后呢 who would enjoy sitting there listening you're beating your gum 对 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就是听别人一直在那里讲废话 对吧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上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听的话 估计就是废话 那可不一定 还有一种话我也不爱听 大话吗 不是 就是那种喜欢花言巧语的人 喜欢do a snow job 像这种语语 你是不能直接翻译 你想想啊 这么去理解 比如说 这很难理解的 是 哈尔滨有个冰雪大世界对不对 对 你去过没有 去过 感觉怎么样 很棒 所以说欢迎大家在每年冬季的时候 都来到咱们哈尔滨 看冰雪大世界 特别棒 你可能一不小心都会看到自己的雕像 对吧 我笑了 每年都会买几个 就是这种莫征人 我们在全国还选几个人的雕像放在那里 所以说你去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看到自己 可以用这个微信定位一下 找自己 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微信 在发现内栏 京东的下面 在那个 你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找自己 差不多了 差不多可以了 但是这个不是随时可以打开的 你到了冰雪大世界 点发现才会看到这个照自己 好 你说的这一些和我们的这个花言巧语 Do a snow job 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就是花言巧语啊 胡揍了一顿 你会被我们的听众揍一顿都跟你讲 可能大家听得挺认真的 刚才 是的 在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花言巧语呢 其实啊 比如有一些男生 就喜欢花言巧语 想通过炫富来吸引某个女孩的注意 对本来是一条斯 说自己富二代 比如说 He did a snow job on the girl by saying that he's the son of minister 花言巧语就 哄的女孩说 自己是某某部长的儿子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花言巧语 都不知道是什么minister 其实啊 这个说话不算话的人也挺烦人对吧 是啊 当然 每天就是木木老师 总是说要给我泡茶 最后没泡 特别 回到正题啊 比如说我妹妹就经常抱怨我说 这个我经常go back on my words 原来你也是说话不算话的人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啊 不就泡个茶吗 听我解释啊 是因为我妹妹 你对人人人都这样没想到 我以为只是咱们同事关系不好 你才这样子说话不算话 没想到你对家人 对同事对朋友都这样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是因为我妹妹 估计她是没男朋友的原因 天天给我打电话 该吃中饭了 该吃晚饭了 然后还啰嗦一堆 所以她一打电话呢 我就骗她说我在上课 等下给你打过去 然后就不打过去了 说要给我泡茶 然后人就溜去上课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上课 所以说啊 你这个行为就是go back on your words 说话不算话 非常不对 对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这个go back on your words 说话不算话的行为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这个 说话算话的人 茶可以不泡 电话可以不接 但是你说话要算话 但是大家注意啊 就是木木老师 有时候是可以原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每天都早上一起床 就喝酒喝醉了 说点错事 说点错话 做点错事 咱们原谅她好不好 又开始黑我喝酒了 说了讲话 有人一开口 就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没错 你说的就是那种 哪壶不开 挺哪壶的人 对吧 木木老师还带着挺浓的情绪 对 因为我们都是这种 愤世嫉俗的人 对 我们讲的就是那种 专门往别人伤口撒盐的人 还撒什么 海烟 海烟 对 这开销挺大的 这种人就是touch the tender spot tender表示什么 温柔的脆弱的 spot表示什么 地点 斑点 那就特别戳中别人最脆弱的地方来讲 特别坏 对 下次如果有人在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就对他讲 your plan touching the tender spot 对 在这里呢 这个plane作为名词 它是平原的意思 作为这个副词呢 就是完全的意思 在这里呢 它就是副词完全 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呢 就特别喜欢这样做 对 抱怨一下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那么1 他花言巧语的哄骗了那个女孩 说自己是某个部长的儿子 他花言巧语的哄骗了那个女孩 他说自己是某个部长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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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不算话 go back on one's words 那么3 谁喜欢坐到那里 听你的废话连篇呢 who would enjoy sitting there listening to your beating your gum 那么4 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you were plain touching the tender spot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 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阿伦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around